李明國貴女王不記得啦 反正就很久了 李中當時是誰阿公 怎麼會記住 我免遲到民國 去過年作業 我就開始牽牠了 那當時我都出外人了 牠的工來的 我是牠的 我有得來的 來這裡是有得像我鋪 要帶我鋪鋪 直接來這裡泡 永和福林里里長莊水師 和今年90歲的李明陳秉穎 兩個人的背景相同 都是為了過生活來到北部打拼 推薦陳秉穎作為模範父親 卻拿不出當年年輕時的照片 因為那個年代生活苦 連填飽肚子都有困難 根本拿不出錢到相館來拍照 陳秉穎說 出到台北時是開計程車 後來轉行開大貨車 再考取客運司機的駕照 當起公車駕駛 我們人家做產 修行不好 經濟就不好 就想說 沒來台北 這裡有頭路 這裡可以移植入一個家庭 沒辦法 那時候就是 我們老婆住家裡做產 我就帶我們太太不來台北了 那時候我們來也很辛苦 同做廚 中途不知道可以在哪裡 也有慕客 也很感謝走 多 err 警察卻探需要煽事情地做 找者會百刀寶 這樣而已 後來很辛苦 虎好道 facil 虎來教士由最乾� Spotify 從來開始其實 固定像加上稍微有從 architecture 看到他有特地說 他可以跟他同說 做母親 他跟小孩在背 在背後說 有辦法開車 叫車也是都 他想手打拚來跟小孩在背 里長裝水師說 陳秉穎的個性實在 除了當公車駕駛 休假還要兼差到工地搬水泥 全心全力和妻子顧好家庭 而在退休的幾年後 太太罹患失智症 陳秉穎學做菜 學照護 守護在身邊 不假守他人 陳秉穎的孫子說 從生活的細節中 能看出阿公對阿嬤的細心照顧 像外勞 我看過很多人不太會學 像夫婦的義工 我看過很多人不太會學 因為我看過很多人不太會學 說得很快 心得更加固執 人家做坎坷的資料 如果受到不適合我 我就說阿 你這樣不可以 就要做一些 更清潔的 更清潔的 如果我們難過 有些人不太會學習 很辛苦 但是 生活很辛苦 但是你也不能說 我也放了 我也不可以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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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人 有一句話 在說 夫妻是當年了 由我們國主婦 我的想法 是不會這樣 不是說 我只會放他 因為 他跟我們 艱苦 艱苦要久了 所以 我們 無難做運 我們都會過 照顧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知道 他的 真心誠意在哪裡 以前都是阿嬤在煮菜 現在都是變成顛倒過來 阿公也煮了十幾年了 阿公其實本來是 就是 不下屬的人 對 那也是 為阿嬤也是 就是 學習也很多 然後 盡心盡力 雖然說 這一段過程中 已經沒有辦法 再進行 就是 對話 可是他們的 生活模式 都是 互相有 就是說 大家試圖 找回以前 相處的那種 模式在 年輕時候的 貧苦環境 到現在時代 整個不一樣了 陳秉穎說 時代進步 不會影響為人先生 和為人父親的角色 對她來說 就是努力做好 守護在妻子身邊 身教 重於言教 這樣就夠了 記者林立如 新被採訪報道 新被采放報導 新被採訪報道 新被採訪報道 谢谢大家